沒想到我們今天真的做了這一集 真的做了這一集 因為我們已經是在 忍無可忍的那個狀況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要再遲到了嘛 藝人上通告 這麼輕鬆的工作 吹冷氣對不對 穿飄漂亮亮 她還要遲到 對不對 我們現場有兩位 我們要先向他們 致上12萬分的建議 代表小明星大跟班 跟你們感謝 黃喬心小妹妹 是的 黃豪平雙黃 謝謝 竟然是極度準時 喬心還真製作單位最愛 對 我們這邊的紀錄是從來沒有 這一生當中還沒有遲到過 太離譜了 來… 基本上真的要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真的這一生當中沒有遲到過 你好厲害喔 對 然後因為像我是非常 痛噴遲到 我覺得遲到是一件 就是可能有一點點就是 我自己方便 但是卻造成人家的困擾 對 因為別人要等我嘛 覺得這樣是不是不好意思 但聊著…有一種 一種人是早到也不可以喔 跟我約了 比如說約定是這個五點鐘見面 然後他四點十五分就來了 我還在忙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我們讓人家在那裡等他十五分鐘 我們也覺得不好意思 很矮給我啦 我呢 都是 就是 就是剛好 就是剛好 No…In time 你就是說你是On time就好 No… On time是準時 我跟妳約五點我就五點到對不對 Just in time的意思是 這個時機是對的 不是時間 來… 你… 還要錄節目了 還要錄節目 嘖的… 好啦 反正你懂我意思了對不對 好 懂了… 你也是痛恨遲到 因為我自己是 但我自己的做法是 就算我找到的話 我會在附近稍微閒晃 對 我也是 我已經把中天 能夠偷睡覺的地方 全部都摸索 你都躺過了 樓梯間底下有一個沙發 那時候我就問啊 導播就說那個沙發那邊 可以讓你睡一下 No… 喬心 喬心能夠永遠這樣準時 是可以感動 你歸功於 對 真的 我今天不忙 你又沒事啊 可是我們記錄是這兩位 從來沒有在這邊吃的 而且都是找到的耶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 很厲害 我們這邊這個鐘已經擺上了 有沒有 是的 4點22分 47秒 47 48 這個意義在哪裡 因為我們發通告 給他們這些藝人 今天發的都是 4點30分 4點半 所以他現在到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誰 後面還有馬國賢 小優 蔡允潔 小潔 還有秀琴姐 還有孫生 這幾個都算資深 孫生這個 有嘴滑舌 然後現在已經 你至少提前個5分鐘 8分鐘來 10分鐘總要吧 而且女藝人有些來 還沒有化好妝的 對… 那比較恐怖吧 還需要妝髮的 對 頭髮還沒用 像小優那種就是這樣子 已經是個鬼了 還不化好 我跟你講 他最糟糕的就是 他不只是他可能妝比較好 他自己也沒有戴妝 然後他頭髮也沒用好 可能有的時候 我可能看到他是 他還沒化妝 頭髮也沒用好 然後我在那邊弄完頭髮 我都打理好了 他還沒打理好 那他在幹嘛 很久… 一般是會戴妝到還是 對 我就戴妝用 你都已經戴妝到 我習慣性的就是 可能現場在簡單稍微整理一下 補一補 對 重點是 因為我要的頭髮都很簡單 可能直或卷但小優 她有人就說 姐姐 不好意思 可以這邊幫我綁兩個腳嗎 或是這邊幫我綁個便子嗎 歪嘴雞還要吃好米 這不是比較複雜啦 比較複雜 這場連線耶 來囉… 我們現在第二現場是看到 這個蔡允潔正在走過我們這個大廳 前面 我們前面有那個紅毯 她是罵髒話嗎 她們剛剛那個水星 她說我還沒有準備 妳直接進來… 接下來我們引上紅毯的是 蔡允潔小姐 昨年來在各個單位 都有看到她遲到的蹤跡 今天我們終於能夠看見她了 目前是28分 她其實是沒有遲到的喔 來… 歡迎蔡允潔 我們到4點半 牙套還沒拔啦 牙套沒拔 來… 這邊拔… 這邊拔 牙套還沒拔 這邊很適合拔牙套 她好素顏喔 那個小潔妳看 4點半啊 4點29 妳只找到了差不多50秒 對 妳要壓她多了 妳妝髮了 妳的妝好了嗎 4點半不是發妝髮 來妝髮 沒有 4點半絕對是只有弄頭髮 怎麼會妝髮 我等一下… 我拿等一下 憲哥妳看 我跟憶妳看我跟我經紀人的對話 好 而且同時 孫生也到了 孫生來了 孫生不完喔 30分 妳遲到妳的態度還不OK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遲到不管我們的 原因 理由 我們的原因是真的有理由 有原因的 我車禍 我什麼…都可以 但是妳重點是妳的態度嘛 對 態度 應該是怕尷尬吧 因為妳會特別想要用一些荒謬的方式 但也不行 對 那我後來發現那不對的 其實真的就是馬上道歉 所以大家就會 還要再講一句這個 就真的 就馬上會跟大家說抱歉 道歉 道歉這樣子 零四秒 是不是沒遲到 我進步了 妳遲到三秒好不好 來…做這個 名牌先貼好… 憲哥 憲哥 還沒戴隱形眼鏡耶 先處理 我們把他臉還沒好… 你們今天都看不到 隱形眼鏡面 我們這邊有戴載的 OK啊 孫生 我跟你講 妳這叫眼不見為盡啊 很好啊 對啊 好突然喔 你們今天怎麼沒有延遲啊 什麼話 我們就是因為在等你們 東東到齊才延遲 來…衣服 來…幫妳拿一下 寒多肉骨放後面 不就還好你都已經穿好了 對啊 還OK啦 而且你沒遲到不錯 身材很好啦 這樣… 不要吻 不用吻這個 不是 把他穿久了會臭 你才會臭耶 我跟你講國賢哥今天應該就玩到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跟他在打傳說對決 怎麼都還在打電動 然後 你們還主隊在打 對 然後我剛剛出門的時候 他說不會啦 憲哥應該會延遲 他預計就是這樣 我的攝影棚是台灣藝能界 公認最不會延遲的 我們已經有訪問圈內的 不管是朋友也有 工作人也有 知道你到底怎麼樣能夠來遲到 妳自己邊化妝妳自己邊看好不好 他私底下滿常遲到的 瑪莉亞 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次我們約看電影 他就遲到了 我說妳到了在傳訊息跟我說 我出去帶妳 那我出去帶他的時候 剛好劇情是做到一個轉折處 所以回來的時候 我自己也變得有點看不太懂 然後他又在旁邊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 那他前面怎樣… 就搞到最後我對那部戲其實沒有很懂 然後整個看電影的氣氛也不太對了 所以後來如果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就比較不會約他 比較遠的錄影像是南投 有一次南投外走 高鐵發車的時候 怎麼樣打他電話他都沒有接 最後是經紀人打到他家 然後才把他叫起來 那台中高鐵站到南投錄影現場 還有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就拜託瓜哥 麻煩瓜哥的鑽車載蔡允潔一起 天啊 好恐怖喔 怎麼可以 然後到我們的錄影現場 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 所以麻煩蔡允潔 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了 還說我們造成妳的困擾 是真的 那個…這是誰 這是誰 小優… 小優… 她今天算早來的耶 她今天算早了喔 4點35而已耶 還用自己的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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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就好了 這種最惶恐有沒有 一進來裡面已經在錄影 對 超可怕 而且她當下會開始檢查 自己手機 我是不是看錯 對 我剛剛也是 太突然了 好 來… 她幫我4點半耶 對… 妳想幹嘛 往那邊 要走錯位置 她幫妳4點半 現在幾點妳自己看啊 我剛剛那個位置 真的聽得太出來了 妳是三寶 妳是三寶 對啊 我怕會影響到用路人 是有多…妳聽橫的是不是 我真的有聽橫外面 我只有唯一那一次是瓜哥的 那一次真的太可怕了 因為我到現場真的是 因為製作單位會幫忙 專門幫瓜哥準備一台車 是讓瓜哥自己去的 對…因為其他人要先去設定嘛 這個節目做了十幾年 從來沒有人跟過瓜哥的車 單獨這樣子去現場的 OK 手藝我來喔 我跟孫生真的是嚇到 妳就跟他孤男寡女在車上 還有…他的經紀人花安哥 那還是很尷尬啊 很尷尬 對啊 從到現場是整個腿軟掉 然後我跟瓜哥在車上幾乎零互動 因為他也很尷尬 從來沒有一人坐過我的車 看看孫生人家怎麼說妳啦 我跟你講 孫生錄影池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大家已經見怪不怪了 之前我在別的節目 跟他合作的時候 只要是早上第一場的通告 由他的話 全世界的人都要出動打電話 叫他起床 大家進捧第一句話 一定是跟發通告的那個人說 一定要打電話叫孫生起床喔 然後當天呢 通告打電話叫他起床 當期企劃會打電話叫他起床 也執行製作人有空都會跳下來 一起幫忙打電話 不是吧 反正就是 打通了呢 隔一陣子你還要再打給他 你出門了嗎 隔一陣子還要再打給他 不是吧 你會睡回去喔 一定要打到他進了攝影棚 我們看到了他的本人 這個工作才結束 不好意思 孫生 你是往生嗎 而且我的回合上 好像沒有這一條工作 你遲到你的態度還不OK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遲到不管我們的 我們的原因 我們的原因是真的有理由 有原因的 我車禍 我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重點是你的態度嘛 對 態度 那是怕尷尬吧 因為你會特別想要用一些荒謬的方式 但也不行 對 那我後來發現那不對的 其實真的就是馬上道歉 所以大家就會 還要再講一句這個 就真的啦 就馬上會跟大家說Sophie 道歉…這樣 你們今天是剛好 是衣服都已經穿好了 真的 又沒穿很糗耶 沒穿好 那就太重了 但小優OK啦 小優整個很好看 小優妳照理講 不是一個會遲到的人啊 我 好 她其實算會遲到耶 對 我成熟嘛 我私底下常常跟她一起 不管是出去吃東西或幹嘛的 可是她永遠都是遲到 然後有一次真的是很遲 我們約好一起去練瑜伽 她還跟我講說 瑤瑤 那妳先去幫我拿那個上課單 我說不行… 對方是要自己拿 用到本人 對 就後面我只好先進去等了 然後開始練了 練完之後她都還沒出現 好可怕 沒有 其實我有到 但是我到她就是真的門 就是關起來了 人家練瑜伽是讓身材瘦 結果妳遲到沒辦法 誰來了 湯姆克魯斯來了 湯姆克魯斯來了 還拿個飲料 還買咖啡來 好…來… 好舒服 歡迎… 搞得跟賭神一樣 對啊 好臭屁的感覺 這什麼巨星啊 已經有5點了 來…拿進來…東西拿著 拿進來喝… 拿進來喝咖啡給他拿著沒關係 我剛剛本來想傳訊息給你 被阻止掉了 來不及啦 坐這邊… 不好意思喔 這邊 國賢哥這裡請… 對… 我們都是嚇到了 他耳朵都紅了 不錯… 好可怖 也讓我們看到你出門就這樣 你臉都紅了 國賢哥 對啊 出門… 妳這 拜託四點半的通告 現在四點 51等於差了31分了 憲哥很正常啊 四點半的通告 抓半個小時舒嬅 五點鐘開錄 我們已經開錄了快一個鐘頭了 你… 你剛剛是不是在打王者對決啊 傳說… 傳說對決… 傳說對決 他很愛打是不是 你在打電動 你為什麼不是打明星三缺一 講不出話來了 國賢哥你是不是賭罪啊 你這樣子到可以錄影的話要多久 化妝師只要他頭髮吹得快我就快了 頭髮 你還要垂頭髮 要抓頭髮嗎 那跟我差不多啦 男生啦… 而且資深藝人其實大家都認識 你在我們遲到的一個榜單裡面 是屬於黑名單的 為什麼 對 你常遲到 你沒有一次準時的 我們說我們已經錄了一個鐘頭 你後面只有十分鐘 來了十分鐘就算一集耶 應該還有人沒到吧 還有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秀琴姐錄完 真的還沒到 秀琴她從花蓮 就坐船庫了 真的假的 坐飛機 來 小優的我們來看看 有人要控訴她 來 小優她的遲到也是有點誇張 她以前通話接很緊 可是因為她很便宜 只要多帶一點 所以感覺通話中間 只要一個小時的她也敢接 好 只要上一場有延遲 下一場這邊就要等她 聽我的外景朋友說 有一次發她上節目 她遲到兩個多小時 竟然敢上高鐵 她們現場真的等不了了 只好先開路 所以在開放介紹來賓的時候 就沒有她 在後面的單元她穿默默的家裡 好 我真的要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是就是 好 我這個通告接太緊這件事情 我後來就有檢討 我跟你講 這個真的不行 真的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可是因為每次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一天如果接一個的時候 都不會延遲 但接到兩個的時候 她真的上面那個 就會突然就大延遲了 妳是捨不得說每一天 我跟你講 曉猶最可怕的 她非常非常的捨不得 我常常跟她聊天我也覺得說 捨不得推掉 對 我說可是妳這樣妳的時間 妳沒有辦法去賭這個東西 她說沒關係 對方會延遲 但可以告訴你們好不好 怎麼樣 就是在台中錄影的一個外景節目 百戰百勝 這古時候了吧 對不對 很久… 結果呢 我們能上那個大節目 心裡面多開心啊 20幾年前耶 我就跟我當時歌鈴唱片 我們的宣傳兩個人 她說9點準時錄影 不如我們現在就開車下去 一大早 沒有 零 我已經到晚上11點多上路 超級早到 對 還到中華路的夜市 去吃了彈子臭豆腐 永遠都忘不了啦 妳機率好好喔 很開心嘛 然後大概2點多 3點多 然後整個夜市 還打了一下電動玩具 怎麼樣 很開心 有沒有 我們到那邊了 早上幾點你知道嗎 幾點 早上 5點多 都還沒開門吧 車子發著 冷氣開著 不然睡著也好 我們兩個就開始睡… 這怎麼最可怕 突然聽到 什麼意思 太完蛋了 手刀 已經開路了 就聽到這個 這什麼意思 對啊 我驚醒過來 帶手刀衝到那邊去 正好要過那個什麼獨木橋 兩個 兩個拿一個在那戶戳的那一種 那個新典單元 製作單位就開始 快點發你們通告 你們這邊也不準時 對 我們延遲了將近一個鐘頭 延遲好高喔 延遲一個鐘頭 那個話到嘴邊那個解釋說 我們早上5點就到 對 這種話講不出來 講不空 就給人家嚇了一番 沒辦法 小時候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上 的一個敬業態度一定要有 秀琴呢 還是我們答案給他 對… 答案好了… 來 聽我答案給他 他失訊嗎… 然後你們知道知道開錄了 有沒有看到 太神奇了吧 4點20分我們就開錄 好遲喔 當然我們是告訴他們4點半 現在很可能會到5點半才會到 延遲一分 他一年就是一個節目他還這樣子 猜 好恐怖的 你也猜不贏人家吃 國賢哥 妳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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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琴 我人在 一分鐘 加油站 那對面… 真的嗎 那妳快點喔 我們等 我們要等妳來做Ending喔 覺得他看到是 什麼一次 我要瘋了 什麼妳要瘋了 我們發妳4點半 妳現在已經5點多了 對啊 Oh my God 對 我也基督徒啦 對啦 怎麼樣 對 就好像是 Oh my 歸發的歸媽的 4點半就開錄啦 我們錄第二場 4點半啊 對啊 好 我到媽媽…上去 OK 好 OK 快… 好 拜拜… 好 各位 好尷尬 我的天啊 現在已經5點13了耶 5點13 然後她說馬上上去 天啊 心臟跳好快 好可怕 應該要再10分鐘了 對 我覺得時間真的不能抓太緊了 對 真的 對不起… 有 全部都遲到現在在那邊說 後面四位 妳們現在安全了就開始這樣 好可怕喔 開始 我必須要承認我覺得我們這些個性 有時候真的會導致一些很可怕 是不是 因為我有一次也是覺得 沒關係 10分鐘 10分鐘 但是我們永遠都沒有算到 那個交通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是在韓國批貨的時候 然後我一直跟我當時男朋友說 我要買一雙鞋子一定來得及 結果大塞車 然後到機場的時候 必須要飛走… 真的飛走 可是好像真的有一千人 會有這樣的障礙 我承認我自己也會這樣子 結果每次都覺得 這邊到那邊應該大概15分鐘 對 可是準備好下樓 我進來要2分鐘耶 對 怎麼會這樣 永遠到車上已經花了10分鐘 不懂耶 來了… 請DECO… 穿好 腿穿好 她跑不一樣 穿髮號 穿… 來… 這是學長男人 我一定會心情喔 確實有點像媛媛姐 她裝髮好 她裝髮好 媛媛妳來帶班是不是 媛媛 她到不了 她請媛媛姐來 妳從台中來嗎 妳現在是怎樣 我要住哪裡啦 來… 歡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 來… 來… 來 專訪… 來…專訪 請… 好好的 有專訪 請坐 來… 還好 請坐 有指定的設計師嗎 請坐…你好… 好啦…站著 訪問… 我好害羞喔 所有人全部都等妳一個 不是四點半啊 妳現在妳等於遲到了50分鐘 而且她還去吃麥當勞 更過分的 天啊 我跟你講 不打琴 不打懶 就打那個不長眼的 剛好抓最後一個 國賢遲到40分鐘 已經非常Over了 四點半出發 我想說我自己帶裝到啊 可是妳有跟人家講嗎 但是妳今天這個是完裝的嘛 是啊 妳這樣就已經可以錄影了 是… 已經OK的就對了 是還好有兩樣 我們超怕妳素顏來的啦 穿睡一整套完蛋 但是妳這個遲到的名稱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 妳怎麼老愛遲到 結婚也遲到 結婚是合作 結婚也遲到 生小孩也遲到 當天耶 結婚你也遲到 對啊 我從兄弟飯店迎娶到中壢 那個塞車那沒辦法 有沒有看到 憲哥 為什麼你這樣也知道啊 我怎麼會不知道 遲到人家還以為妳要逃婚了 對啊 沒有 要讓牧師等了 人家結婚這個有看時辰的嘛 對 一日 糟糕 十成已經過了 來 看一下秀琴 有人要抱怨妳啦 來 老師 遲到的啦 而且遲到就算了 再度還省他 像他遲到的快 節目已經要開錄了 他都還沒有到 趕快請他的經紀人名氣他 然後結果經紀人又 趕快叫他在車上梳化 他來了 卻這個大樹菸 頭髮也都沒有整理 那他去梳化 結果他坐下來去說 我怎麼覺得很爛 你怎麼那麼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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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 把我們企劃趕快小輩一下吧 好 劉秀琴 這麼愛遲笑 你知道嗎 當初你要簽約到公司的時候 我還去問過神明 甜度人說都跟我說 他算一算說 你去都要簽他嗎 看我會遲到 而且他也是很誇張 我們全部的藝人 公司藝人呢 包含玉笑平 玉琳祥全這些藝人 要去看一圈談照 他發兩點到舒嬅 他四點才來 知道多誇張嗎 他到了 還沒有說對不起 他居然可以遲到那麼久 全部你知道嗎 我們還延遲 攝影師 書畫師 彩妝師 造型師 服裝師 全部都等他 然後我操班 我還付很多錢 我要才遲到了好不好 我久… 可以當YouTuber 可以當YouTuber 太誇張了吧 對啊… 沒有 但有時候我沒有關心 有一種遲到是什麼 怎麼還沒到 本來是生氣 到最後擔心 對不對 對 人不接的 不接電話什麼的 我們都跟製作單位講 千萬不要吹 你又自己開車 對不對 然後你一吹的話 油門你也會吹嘛 對 因為慌張… 會緊張 有人都說要準時… 包括看節目要準時收看 對 英文裡面有叫講 Time waits for no man 時間不等人的啦 時間不等待的… Time is money 時間就是金錢嘛 沒錯… 對不對 這邊幾位好朋友 他們都要公幹他們 因為他們太會遲到了 這邊都是其他大樓 對不對 都誤解我們 而且都還有理由 我不是愛遲到 這叫做精準掌控時間 就是沒掌控才會遲到吧 他這一個叫做 人家有一種人叫Mr.In Time 沒錯 On Time是準時 對 比如說約了7點 然後你6點大概6點50 55分 對… On Time In Time就約7點 你6點59分59秒 嗨 對… 這一種是最棒 沒錯 我就是希望 期許自己就是In Time對不對 我們這種人才是真正懂得 時間的真諦的人 很重要… 對 我們就是因為 不想浪費時間 對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要等 就會浪費我們的時間 所以我們才想要抓得很精準 這是當中理由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 不要浪費時間 風奇… 時間重不重要你說 時間其實非常的重要 你也懂 在佛門之地來講 他當然懂 塵中 對 一敲鐘 你就要醒過來 我們就要起床 然後打掃 打理好自己到殘堂去報到 唯一不用考慮的是什麼 是什麼 髮型 對 我的遲到是天生來自基因遺傳 怪車廟 對 怪給張奎大哥 還有腿少 因為爸爸曾經講過一句話 不過他開玩笑 他說真正越大牌的人 他通常都是遲到 他通常越晚到 對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 算是一個聚會活動跟公司的人 結果當然爸爸他一定最後一個到 對 結果第一個到的是張蒂先生 對啊 對啊 第一個到 那個是藝能界 我們的角色級人物 你還讓他等相話 他是最準時的人 你這樣好人 那不行 能睡就是福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彈簧床啊 睡覺真的很重要 其實現在要我睡 我也是睡得著的 所以睡這樣會長高這件事 我們是被騙了 我是經營床 因為我真的很太容易睡著了 不能啦 你很好睡 我不是故意的 我坐捷運真的會睡一圈耶 就譬如說我在A站上車 然後起床發現我還在A站 就內湖站上車醒來還在內湖站 對…我真的是沒辦法控制 這樣很危險耶 不會 因為捷運還好 不會 沒事… 我已經很多次了 你看這招牌了 來…因為準時太累了 我才不想被時間 追著跑 追著跑 這種… 妳跟人家約就是要準時對不對 大家可以先做自己的事情 就不要等妳就對了 對啊 比如說吃飯 他們可以先點餐 然後我就到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妳會不會到的時候 已經是副餐了呢 我通常就是錯過點餐的時間而已 或是他們剛上菜 然後我一到我就開始吃 那不行啦 還是要準時啦 控訴 而且我直接控訴就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好 來 為買冰淇淋全家人差點受困 浦東機場 對啊 差點受困你知道嗎 而且我說真的 像剛剛憲哥講的那個營泰 大飛機真的不能營泰 你還是要提早到 對… 就我們這次去家族旅遊 我們是從浦東機場上海 然後轉去那個 日本 日本… 東京 然後我就跟他提醒就是說 一定要準時來 他就說他要去逛免稅店 一定要啦 然後帶著女兒去逛 也OK嘛 我們就說也OK嘛 就去逛一下 但是要準時來 因為我們這個飛機不是坐空橋的 女人就是街坡嘛 對 他要坐街坡車的 街坡車那個就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是… 結果我跟他爸媽 還有他妹 還有我兒子 我們都已經在那個 難搞的人都丟給你啊 他說他把妹妹帶走了 帶著妹妹去逛街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等待機那邊 就等他們 一直等都等不到他們 是… 然後那個地勤人員 都已經很緊張說 他們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我打電話給他們 是… 就不接 不接 最後是用廣播的 就拼命在購物怎麼接 對啊 手很忙耶 還要切妹妹 不是啊 可是你說他去買冰淇淋啊 沒有 就是廣播嘛 廣播以後他就三三來自過來以後 女兒很開心拿了一球冰淇淋 對啊 你看女兒多開心 他就說說沒有 那個逛街真的還好 飛機不等人啦 是冰淇淋太久 冰淇淋 我們要下去那個閘口的時候 他在前面就剛好擺了一車那個冰淇淋 女兒看到就要吃 忍不住 你心裡就會想說冰淇淋瓦個兩球 需要多少時間 一分鐘給你瓦兩球好不好 沒有差這買冰淇淋的時間 但是我跟你講千錯萬錯 真的不是我的問題 我抓的時間就是兩球兩分鐘 我就可以到閘口 是那個賣冰淇淋的小姐 我不知道她怎麼了 是她錯 她怎麼了 她很要求她的冰淇淋要挖得非常的圓 她就挖… 挖了以後她就說 這不行 這不好看 放掉 再挖 再挖 還來啊 我說可以了…隨便 兩球就好了 妳不應該跟店員有那麼多 妳怎麼會跟樹懶買呢 不是 這個冰淇淋要挖 對 她就很要求 我說我隨便 我能吃就好 小朋友妳就挖兩球 這給他就好了 你這不行 你這拿出去 被我們公司長官看到了 我挖這樣子 我是被開除的 Oh my goodness 她說我們再出去 形狀就漂亮 被趕飛機耶 除了冰淇淋 妳有沒有去逛那個免稅店 免稅店早就逛了 我是一個in time的人 都抓在我的手裡 是那一個小姐她自己太要求了 冰淇淋那個圓又怎麼樣 沒有必要吧 有點倒楣 那冰淇淋隨時都可以買 那個要趕飛機耶 他耽誤到我了 整個飛機上的人都在等我們 對 其實趕時間的時候 點餐是最要不得的 對 錢都已經下去了 而且後來那個冰淇淋 還是我吃掉的 妹妹根本沒吃 她只是拿著那個冰淇淋 在唱Lady Go 很開心而已好不好 我跟你講 夫妻之間 對方願意提出理由 就已經足以原諒 就接受 對啊 而且我還是買給你女兒吃 不要太藉口就還可以 我跟她只是朋友 車上在搖晃是因為有蚊子 我們在抓蚊子 你以後用這個藉口 肯解釋 對 Michael 他以後用這個藉口 用這個藉口 OK 抓蚊子嘛 OK的… 這個就說不過去了吧 空說二… 對啊 我覺得這個就說不過去了吧 對 像是長輩也不敢遲到 惡習 連我爸媽都火大 長輩不能遲到 對啊 這還有理由嗎 因為你看 你知道 就我們結婚 我們小孩都自己帶 我們想說週末的時候 跟我爸媽說我們禮拜五小孩放學 我們四點就送過去 然後我們可以去約會一下 看看電影什麼的 對 甜蜜時光 對 然後他這位他就說說 那OK啊 我們四點送過去嘛 那小孩不在我先去接個睫毛 好 我一定會準時回來 那我們一起送過去 睫毛是誰啊 為什麼要接他 睫毛就是說假的睫毛 接假睫毛 對… 假睫毛去補習 補完了要去接他 對… 然後我也睫毛要下課了 我要去接 我也是啦 你們家小朋友叫睫毛 對 愛睫毛 對 我們的爸媽他們也很好 我想說讓我們休息一下 他們本身我媽在學瑜伽 我爸在學非洲鼓 都有自己的事耶 好可愛 我公公在學非洲鼓 然後特別請假就說 好 我們剛好四點有課程 那我們就請假 你們就送過來嘛 結果這一位 不知道為什麼 搞到我們後來七點才到 他們當然就不在家嘛 然後他還跟我說說 你爸媽有事情 為什麼不先跟我們講 我們剛才這邊還在這邊敲門 沒有人讓我們進去 你自己跟人家約了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他 他就還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爸媽還跟我說說 以後你們如果這樣晚來的話 小孩不要什麼故事 來… 就假新品了 嗆瞎了 我睫毛其實就提早接完了 想說離跟你約的時間 還有半個鐘頭 我就從忠孝敦話 要走到忠孝父親站那中間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有那麼多忠孝父 Zara什麼的 對 你就突然想到說 小朋友內褲好像有點小 要進去補一下內褲 小孩要穿不然怎麼辦 對 女兒夏天到了 補完再經過從巷子那邊走 又遇到哈根達爾 對 真的 然後也經過屈城市想說 可能好像少一隻 就經過就進去買一隻 剛好嘛 沒想到就是那麼多店 就連在一起 然後補一些家用品 順道一次把它補完 也不是為了這個家嘛 來都是為了這個家 對 如果我不去補這些東西 你會去補嗎 我還以為你是為了那一首歌 中宵東路走九遍 沒有 這些東西也是我負責的 不要再講冰淇淋 現在就是沒有再講冰淇淋 有多少冰淇淋 你現在是不是有點想吃冰淇淋 有點熱熱 我最喜歡那個口味是萊姆葡萄 真的喔 我是夏威夷國人 我喜歡吃巧克力的 不要再聊我 真的 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就沒有注意到 對啊 可是這個理由 我覺得不能接受 而且我就想說 沒有 因為我就想說 他爸媽如果真的 應該也會聯絡他 沒想到那次真的公婆是氣到 也不打給我媽媽 就出去吃晚飯 不然我們遲到 至少我們帶兩球冰淇淋給他們 賠一個罪 誰知道 要順便補貨 家用 不行 媽媽很多事都在腦子裡這樣 時間要掌控好 尤其跟長輩相約 這個遲到就是再怎麼樣受不了 像我們以後的福利都沒有了對不對 有什麼最終警告 最後一次了 沒有 我是覺得那個 遲到的人真的就是比較自私 然後不負責 對 人最珍貴的就是時間了 對 然後他也不在乎對方嘛 對不對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對啊 就是表示你不在乎我嘛 你看這些事情 你都不在乎你周邊的人嘛 你跟老闆相約 你敢遲到嗎 我工作上倒是不會 對 這個都是很奇怪 他自己的事情他都好好的 只要牽扯到其他人他就遲到 還是你們家乾脆就成立一下股份 有限公司 對 你當老闆 他就在乎會遲到了 他就在乎了 邰哥… 沒有 就是我跟他說 以後遲到就比照超速辦理 好不好 超速 就是像超速嘛 超過10公里就罰多少錢 對… 就是現在起跳就是 一遲到就2000 對 10分鐘加1000 我們的是超過15分鐘 如果是大家四個人約的 超過15分鐘 不是 好嚴重 好嚴重 對… 他最近應該閒情抑制 對啊 超過 超過一個鐘頭的話 對 就有一個數字 你絕對不相互的 知道他 控訴第一條 事盡永遠遲到 借口總是 我來找停車位 不是吧 試鏡不能遲到耶 安伯 對 其實在每一次的工作前 我都會提醒他說 你待會兒要試鏡不要遲到 他說好 但是每次我都會提早5分鐘到 他就會說 我就打電話說 你在哪裡 我在找停車位 劇組的人問我說 張鋒起來 我就會說他在找停車位 好尷尬… 可是已經過去了半小時 他們就會覺得說 人到底在哪裡 他為什麼不直接開到門口 車給你開他進去試鏡呢 因為他是百萬名車 屁啦 不是啦 遲到是因為 其實找停車位 這只是一個我們比較 不想去解釋的理由 對 因為我承認我遲到了 用停車位這個當成 堂塞他的原因是因為 堂塞 是堂塞 緩衝 緩衝 對 緩衝 緩衝的藉口是因為 總不能耍賴 怎麼樣 遲到就遲到啦 要怎樣 對啊 我們不能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出門會比較晚到 是因為很多因素 真的 天災 不是天災 天氣 天氣 路況也不好 對 然後 心情也有 心情到還好 我出門的時候 因為要試鏡 你一定要把你最好的一面 給試鏡的人看 所以出門的時候 出到門不對 我偷到 遲到就是最壞的一面 對耶 對 對不對 你長得再帥 再會演你遲到啊 所以你看他連理由都不跟他 被換掉幾次還沒 對… 他理由都不跟人家講清楚 說有很多因素 我主要我是處女座 不是 我一定要弄到什麼… 你知道嗎 聽得更火大 對啦 齊惠 你聽得是不是很火大 對啊 超火大 我覺得很不開 您會勸他繼續回到山上去 對 你說 你脫下去做火燒啦 再也沒有髮型的問題 對 試鏡遲到的確是我不對 我也遭受到很大的報應 就是常常譬如說我們拍戲 可能要開鏡的確定是我 結果我遲到第一天 被換掉 男主角被換掉 男主角被換掉 你拍戲男主角第一天還遲到 對 第一天遲到 劇組就想說 張鋒淺你這麼不尊重 我們這個劇組的話 連第一天你都遲到 連第一天你都遲到 幸好還沒拍 沒關係 因為以防你之後 會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你發生這種問題啊 對啊 發生過這個問題 有一次 那你那一次是為了什麼 那一次就單純是 就找停車位這樣 又找停車位 又找停車位 然後恭喜…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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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那條胖脈跟這個又有關係了 沒有啦 就這一條 換腳 對… 開近日遲到被換腳 連累我被公司扣薪水 活該 有點嚴重耶 安博… 就是有一次幫他接了一隻 就是戲劇 結果他大少也遲到了半小時 然後其實因為那個地方滿偏僻 想說沒關係 你就慢慢來 因為安全嘛 結果他到了現場之後 忘了帶衣服 又回去 Oh my God 來回就大概三個小時就過去 三個小時 對 然後我在現場真的就是 已經被 因為其實大家雖然說沒事… 可是其實每個臉都超臭 可是你他怎麼會這樣子 你其實經紀人就是應該要 提前去他家壓他 你不能在那邊等 你要去他家壓著他 以前有啦 以前…剛出道的時候我會給 煙風起張 不行啦 就我知道 那一次就真的比較嚴重 我對他比較不好意思是因為 因為他跟劇組也不熟 他就在現場就是 我很不好意思 因為那一次我不但遲到 我又忘記在戲服 對 然後被公司知道 因為我被換掉嘛 然後被公司知道說 他們就被扣薪水… 他被扣薪水 所以我被扣薪水 所以我就對他比較不好意思 來 齊惠 你要抱怨 我要說徐凱希 徐凱希從剛剛一開始錄影 他就一副要睡著的樣子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這麼能睡 對 我跟凱希 其實那時候才剛剛 開始要熟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很會煮飯嘛 料理 所以那時候他就自己要求我說 那個齊惠 我可不可以就是 妳可不可以做幾道 就是妳的拿手料理 因為我很會做牛肉麵 咖哩飯 但是基本上我的牛肉麵 一定要前天做好 冰冰箱跟咖哩飯一樣 咖哩飯 我叫人家咖哩飯 咖哩飯一樣風味才會好 所以他那時候點了八道菜 其中兩道菜我前天我就做好了 對 OK 我們也約兩點吃飯 來…第一條控訴 好 我們第一條控訴就是 結果 親自下廚卻因為妳試睡 直接午餐變晚餐 跟妳約午餐人沒來 對 人沒來 因為我全部都已經煮好 而且當下還有我女兒一起在這樣子 那時候約兩點 你們猜她大概幾點到 幾點 四點半 四點半 對 因為她 我一直打給她 她完全沒有接 因為一開始我想說 沒關係 她遲到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覺得她可能塞車 對 而且我出道20年 我是前輩 對啊 她自己order八道菜 然後她給我大遲到 然後之後她是坐在床上 直接睡著 因為我今天太興奮了 我很想吃女兒菜 然後我就很早起 我前天已經很晚了 但我很早起 然後就早起化了妝之後就覺得 還有半小時嗎 瞇一下 真的…我懂 就一起來 已經四點了 我就趕快衝出門 我懂… 我不是故意的 妳是睡著連手機都聽不到的那種 聽不到 是昏迷的狀態 我瘋狂打給她 我大概三點的時候 我瘋狂打給她 都沒有接 妳現在打給我 我可以去吃 剛剛看到林玲瑋她的那個什麼 那個宣言 一肚子火 她一點悔意都沒有 對啊 什麼遲到太累 而且我跟你講我覺得 就是我是一個很重朋友的人 妳對我就是遲到我真的沒有關係 但重點是我常變成中間人 她是金門人 對 對 也是中間人 慣性遲到不知煩性 還說自己招牌擠 多好笑 因為她前一陣子就是她家裡有事情 所以她心情就比較不好 於是我就跟我朋友們講說 林玲瑋最近心情很不好 然後她又在做網拍 然後就是那個事情又很多很忙 不然這樣好了 我就約幾個朋友出來說 我們幫林玲瑋拍網拍 然後跟她一起吃個飯讓她散散心 對 然後是因為幫她的事業 結果她第一次跟我們大家約 她就遲到一個多小時 而且是我們一路上就一直在問說 奇怪 林玲瑋怎麼沒有到 那我是不是很尷尬 因為我是主鳩的那個人 對 號召人 對 然後我還請我朋友說 你也一起來幫她拍 一起幫她拍這樣子 然後結果她到的時候也是 就是一副就是這樣 沒有悔意 一點悔意 然後一臉不屑的樣子你知道嗎 好 就是她不覺得這個 好像說你們先點啊 你們先吃啊 沒有關係這樣 然後我就很尷尬 然後我以為就是只有那一次這樣 結果她是每一次都會遲到 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習慣了 就說我們就自己點自己吃嘛 然後吃到一半想說 林玲瑋有要來嗎 然後不然打給她看看好了 打給她 我忘記了 忘記了 我忘記要跟他們約了 最討厭 就是說我現在正要出門 一個小時 我們都已經吃到一半 她才要出門 然後後來呢 我朋友們就覺得說 算了啦 就不要再約她了 王晴 我跟妳講 這妳要跟我學 我專門對付這一種 怎麼對付 不對付啊 沒關係 林玲瑋妳慢慢來 妳慢慢來 因為我們也剛剛到而已 然後大家吃一吃就走了 就不要等她 帳單要留著 我可以講 我先留著 等一下林玲瑋會來結帳 還有一次 有一次卡拉OK TV有沒有… 遲到一個半鐘頭 而且她主揪 她主揪的 結果林玲瑋很悶… 那我說好 林玲瑋妳慢慢來… 其實我們那個火已經燒到鼻孔了 已經噴火從鼻孔 流磨網了 來了以後 我們就安排了 很厲害 什麼… 我跟你講 Vaga OK Vaga 然後再來那個啤酒 搞成那個Bo 然後把那個Vaga 丟進去 丟進去 炸彈 生水炸彈 好 就這樣 來 先罰三杯 遲到終於來了 發三杯 他OK…三杯三杯 砰… 砰…三杯 最後 差不多一個鐘頭左右 就已經到裡面去 我們聽到彩虹吐的聲音 就吐了 然後下一秒鐘就是 她出來的時候裡面 空 連一個人都不在 空蜜人 這個方法不錯耶 王起來要這樣處理她一次 只要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 就會立刻像今天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